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到了印度警方的审问与折磨 可是随着电影剧情的展开 当我们看了每一个问题背后这个年轻人的生活经历时 才明白正是那些为其他人所不知晓的故事成就了他的一切 回归到现实生活中 试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 不也有过相似的一面吗 今天抄瑜要分享给大家的文章 题目叫 《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大事》 作者李月亮 读给你听 在你的生命里经历了一些很重大的事情 可是你并不知道 五岁那年 爸爸下班回来 你跑去迎接他 不小心摔了个狗啃泥 不过没有受伤 你并不知道 就在你摔倒的地方 往左两厘米立着一根小钉子 如果你稍微偏一偏 左眼就失明了 十岁那年 你一个人在家煮方便面 刚把水壶放到煤气炉上 就接到妈妈的电话 让你去姥姥家 你完全忘了开着的煤气炉 锁上门就走了 多么幸运 当湖里的水被烧干了 煤气正好用完了 一场势不可挡的火灾 没有发生 十五岁那年 某天晚上 你下了碗子西 像往常那样回家 你肯定没有想到 在刚刚经过的那条小路上 几个小流氓 欲拦住你图谋不轨 可是刚好一对夫妻走了过来 坏蛋们一胆怯 放过了你 二十五岁那年 你怀着孕 不小心感冒了 去医院打针时 粗心的大夫开错了药 当护士 拿着灰纸泰尔基型的假消措 准备给你打时 路过的护士 无意间看了一眼 刚走过去 又折回来 悄悄提醒那个护士说 孕妇不能用这个药啊 谁也不知道 如果那天要打进去 会是什么结果 反正你是幸运地躲过了厄运 有那么多次 你都差点掉进悲伤的深渊 可是你幸运地躲过去了 不得不说 有那么多时候 上仓都眷顾着你 救你于苦海 如果知道了这些 你还会为了一点小困难 小失败 小痛苦去埋怨吗 考试的低分 恋人的背叛 身体的伤病 想对那些躲过去的灾难 这些算得了什么 所以 亲爱的 在困难的时候要相信 其实生活 对你很眷顾 当然 在你的生命里 还有一些大事情 你并不知道 六岁那年 爸爸准备送你去少年宫学习绘画 可是 由于奶奶生病 那个暑假 他们没有时间接送你 就把这件事放下了 没有人知道 如果当时得到专业的培训 以你的天赋 就会在这方面 取得不凡的成就 十八岁那年 你暗恋已久的男生 准备向你表白 信已经写好了 又专门跑到你家楼下 小心翼翼地投进信箱 可是他记错了楼号 那封信被邻居拿到 疑惑了好久之后 给丢掉了 一个男孩 一段青春里最美好的恋情 就这样与你擦肩而过 二十四岁那年 你到一家非常好的单位求职 费尽心思 终于闯到最后一关 却还是失败了 你并不知道 其实本来你的名字 已经在录取的名单里面了 可是在敲定人选的会议上 一位重量级的评委 把你继承另一个表象很差的人 坚定地投了反对票 就这样 别人一个莫名的小失误 让你失去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好工作 这样的事情大概还有不少 有那么多次 命运本来已经要改变了 却在最后的关头 因为莫名其妙的偏差 调转了方向 哦 或许 你的运气实在不怎么样 所以 亲爱的 当你的彩票中了奖 当你的古董升了值 当你顺利地考上大学 又考上了研究生 当你成为单位里最年轻的管理者 不要让自己飘起来 不要轻易地 以为自己的运气和实力多么好 要知道 这只是你人生里 本来可以发生的美好事情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你并没有得到 真的 生活并不完全是你看到的样子 很多大事情 你经历了 却并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了这些 你大概就不会对现在的德语诗 太在意了 没错 每个人都不是步步摔跟头的倒霉蛋 更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命运的宠儿 看淡那些事情 平静而踏实地经历生活的起落 相信 你会生活得很好 就应该生活得很好 能不能生这些 一路就应该生活的起落 结束 那是一路就会 镜头 小星 最后 不小心 还有 在文章的提醒之下 我们也回忆了那些年 我们所不知道的大事 当我们现在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 再想想现在面临的一切 是不是会觉得释然很多呢 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把你的心情分享给潮雨婷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潮雨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咱们明天继续相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